29 題繼續講Human Reproduction 今次講胎兒的發展 當中胎盤擔當著甚麼角色 三個給我們選擇 骨頭、臀肺和小腸 當然整條題目就考考我們究竟胎盤有甚麼用處 作為一個物質交換的場所 因為始終胎盤是媽媽和兒子 一個Tissue 組織上的結合 作為交換 有甚麼東西是由媽媽給兒子的 養份、養氣、抗體 再交換作為一個不孝子 給予洋化碳和廢物給媽媽 所以看回答案逐一擊破 骨頭一定沒有關係 因為骨頭主要用處是支撐 以及做動作動作 但問題是胎盤沒有這樣的功能 所以1已經錯了 答案已經出現2、3 肺當然是正確 因為會交換氧氣和二氧化碳 而小腸都正確 因為媽媽會給兒子養份 所以答案就是試 問題是第29問題 問題是問題 問題是第29問題 是問題 所以問題是 你必須記住,Pracenta是個 combination 的核心和核心 所以,其類型的物質會被轉移 從核心肌肉來核心肌肉 所以那些物質,他們是 贈性,脂肪,和核心肌肉 所以,其類型的物質 會被轉移 從核心肌肉來核心肌肉 最多的物質,是 化石,化石,和其他物質 所以,我們看看選擇 一個分別的把ία寫手 因為剌原本,對排音,的造物質 可以為了支援 這部分部分的論文是 是在墨地交換 so that's why number one is wrong is wrong is wrong the answer must be c so let's take a look at the option two and three for the lungs which is correct because the placenta allow the exchange of oxygen and carbon dioxide between the mother and the fetus and for the small intestine is also correct because there's a way for the fetus to get the nutrients from mother so that's why the answer is c